公司大吉 民众 公司大吉 民众 公司大吉 民众 內地近年着手整改清真寺、寺廟、教堂等宗教建築 持續落實宗教中國化政策 網傳雲南省玉溪市通海縣納加營清真寺 27號遭官方拆除阿拉伯式外官時 當地穆斯林民眾在附近聚集抗議 爆發警民衝突 網上流傳多段影片顯示 駐守在清真寺門外的防暴警察 手持盾牌 阻止抗議者進入 有民眾衝擊警方的防線 有人向警察投擲石頭 水瓶等雜物 也有人推倒了清真寺外牆搭建的棚架 通海院官方28日發布通報 要求涉案者在6月6日前自首 以爭取重興發落 納嘉營清真寺有600多年的歷史 目前的建築在2004年落成 這個清真寺改建之後 變成了阿拉伯式外觀 因爲落實宗教中國化政策 內地近年不少新建的 阿拉伯式風格清真寺 都被要求恢復原先中國 殿堂式的傳統風格